哎呦呦 what's up 欢迎来到Yanky会长录鞋 我是会长Yanky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记得三位以上好友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观众 每月我将电机收取幸运观众免费送鞋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双科技感爆棚 手机控制的蔚来篮球鞋 那我们一起来 一个硕大的鞋盒 现在我们就来开箱我们的Nike Adapt BB 全名Nike Adapt Basketball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很大的Nike的logo 这边有两个亮灯的图案 先从两边打开 然后把它提出来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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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Nike Adapt BB的真面貌 除了鞋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鞋盒的底部还有一块电板 上面有Nike的Swash Logo 据说这个电板还可以用来充电手机 这是鞋盒的底部 以及一副PEBC的蓝牙充电线 现在我们把鞋放上去 可以看到的是鞋底的两个灯开始闪烁了 我们先把灯关掉 试一试 看到两个点在闪烁 也就是表示这双鞋正在重点当中 Nike又一次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 第一次将一款自动系鞋带的篮球鞋公布于世 一按键 这个鞋带开始自动收缩 此款黑科技让人们体验到了未来的科技 改变篮球比赛 这双鞋算是真正做到了 Nike的Adapt技术 运用蓝牙自动调节技鞋带功能 不需要人工手动就可以在手机上用APP来调节鞋带 表现力方面在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和检验 最终Nike在这款鞋上用上了Lunaron泡沫 该元素的灵感来自于月球漫步的宇航员 当穿着者感到浮力响应的泡沫感觉时 这种材料会产生一种反重力的错觉 放在鞋底加成中的泡沫的元件 为穿着者带来柔软响应的感觉 同时吸收冲击力 圆形和线形的图案 镶嵌在NikeAdapt BB的半透明橡胶外底中 这种结合确保了最大的抓地力以及牵引力 尤其是在室内篮球场上 但同时这款鞋也可以在户外进行使用 锁定系统上 NikeAdapt BB在隐形盖下使用了一套不可思议的工具 它由降落伞和弦 硬姿外壳和相入鞋中的马达组成 以实现脚锁定的合身性 尽管这双鞋看上去无鞋带 但降落伞的和弦却起着和鞋带一样的功能 与之相结合的是一个40×50毫米的外壳 其中装有三轴陀螺仪和一个加速度G1匹配 电容同层已记录你的脚 蓝牙传感器505毫安的电池 可使用10-20天并进行无线充电 同时底板侧面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 也可以帮您进行调节 马达可以施加240牛米的力 足以举起30磅的重力 NikeAdapt BB鞋面的材料是由 Quadfeed和Flyknit所结合 会产生轻盈且是袜子的感觉 透气性也正是这种材料的好处 Quadfeed网格 在此基于编织材料的下面 最后这双鞋还是防水的 有没有爱了呢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感觉 感谢大家的感觉